我们现在就说一下就像我们无论是做这些 像我们其实这些构图的东西其实它们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 就你们看这个构图和下面这个构图 其实你无论是用对称构图来描述这两个还是中间构图来描述这两个镜头 其实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的 所以有些镜头的构图它们是同时存在两种构图以上的东西 就我们最简单的你就把人放在最中间 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稍微留一点 上面最好留多一点 就可以这里可以再少一点 其实差不多都可以 这就是一个中间构图 其实也可以叫对称构图 然后呢到景别这里 一般来说我们用景别的话就是跳两极用 就是我第一个镜头是远景 我下一个镜头不能接全景了 我就要接一个中景或者一个镜头的特点 然后如果我接的是一个远景或者一个特写 那我再跳两极用 就中间这个镜头要直接跳亮 跳中景或全景用 因为这样子它不会显得你的人 你的镜头是不停地在向前 那样显得镜头很枯燥 所以一般都是跳两极用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沙漠走 然后是一个远景它人小小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跳一个特写 显它的嘴唇干 然后当然汗不停在流 然后后接不停在动 展现出它一种很渴 很想喝水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直接跳一个中景 就一个半身 一般来说跳一个镜景也可以 到这个尘 到特写的情况下 其实特写的这个尖 接大部分景别了 所以就可以接一个中景 它在干什么 它在沙漠走 比如说它背着一个包 然后我们就展现它在背一个包 然后在这种 所以这是一般来说 最好就是 在远景或全景的情况下 是跳两极用 然后到特写的话 可以不用那么苛求 不那么苛求 但最主要就是 这四个景别 它们最好就是要跳两极 整个体别去用 说一下分镜 这些运动镜头的 运动镜头一般来说 我们拍一个镜头 一般来说都要 匀速且稳定 所以我们拍一个镜头 就要稳定 比如说笔子向前 比如说不然抖一下 其实这样抖一下 这些镜头 我们都一直稳定 情况下 然后不然抖一下 这些镜头是不会用的 因为它 它会影响一个什么 就是 我们如果在看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拍一个产品 就这样突然抖一下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视角 就是我们的注意力 不再产生在这个 产品上面 而是我们会 产生在 为什么这个镜头 会突然抖一下 就 使我们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对 让我们 察觉到了画面外 还有一个人 在吃的这个 机器在拍摄 我们去看电影的剪辑 他们很多都是为了 规避这种 这种东西 就是不要让你察觉到 这是一个在拍摄的 而是一个真实的人 站在那里 让你看到这整个 故事的发生 而不是有一个镜头 在那里拍摄 会让你很粗细 就会破坏你的感情的 连贯性 像这些镜头 它会稍微有一点抖动 对 还有这个 这个镜头 它为什么会抖动 因为它 就是要让你 感受到这个环境 它 是一个很紧张 很激烈的一个 氛围的情绪 所以它会不停地在 拍摄的前期 它就会 一直这样去抖动 它会告诉你 现在 是很不稳定的一种状态 还要让你同时 体会到这种状态 所以它的镜头 是抖动是很严重的 但是你不会出戏 你会 你会把情绪 融入到这个画面里面 你不会因为 这些抖动影响到 所以一般 我们以匀速的画面 我们尽量让它匀速 抖动的画面 像是 一些武打片 还有战争片 这些 情绪比较激动的片子 还有一些恐怖片 才会使用这些 抖动比较严重的镜头 它们是故意这样子的 为的就是 引起你一种情绪 一镜到底 反正是最难拍的 因为最难拍是 只要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失误 它 整个镜头就要重来 无论这个镜头是 拍了是几分钟 它这个镜头拍了 应该是过年左右 应该网上都有支援的 叫做1917 是一部战争片 全片是很难看出 你很难看出 它到底难了解 整个就是 两个小时电影就是一镜到底 就是让你感觉 让你感觉就是 好像就是直接就拍出来了 对 直接就拍出来了 但其实它在里面 有稍微剪过几下 就差不多几下 但基本上说 大部分是一镜到两个小时 我觉得还算是挺好的一部片子 因为它是拿去冲击奥斯卡的 之后 这整个镜头 是一个信号 您可以随着 孔心的 可以随着 您可以开门